我們的監視器是裝在入口處 大門這裡有收音 然後廣場也是頭尾都有監視器 位在新北市中和的這間私立幼兒園 整個室內將近10支監視器 而其實私立幼兒園 幾乎都會在公共活動空間裝監視器 部分教室裡也會有目的 就是要保障師生權益 當然就會很希望 就是保護老師保護孩子 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第一時間可以把影片調出來還原真相 就怕一些意外狀況解釋不清時 監視器就有辦法發揮作用 只是台北市教育局日前宣布 台北市內的147所公立幼兒園 都要加裝教室內的工作記錄器 卻讓教育團體炸鍋 發聲明表示 這是無視一線工作人員的工作尊嚴 認為應該要改善師生比 來加強幼教品質 而不是監視工作過程 幼兒園現場一個老師帶15個學生 在這樣高比例之下 我想有很多的一個現場的問題 老師分身罰術沒有辦法一一解決 所以會產生的爭議就多 不過北市教育局也趕緊止寫 澄清在裝設之前都會蒐集 教職員和家長的意向 而且會以不公開為原則 將影像上傳雲端集中管理 並訂定完善的調閱制度 我覺得OK啊 也不會有爭議吧 萬一有什麼事情就把 那個監視器照出來看 太多的監視器感覺好像又有這種 就是讓老師有那種不安的感覺 畢竟幼兒園的教學環境 要維持親師間的互相信任 也是重要一環 TVBS宣中英倫 周永軒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